清明假期结束了 不过受东北季风及华南云雨区的影响 台湾的水气还是偏多的 星期一晚上到星期二还是会有局部大雨 星期三星期四降雨才会趋缓 在温度的部分 星期一白天开始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是小幅度的回升 民众外出活动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 清明年假结束 东部大好天气还是没来 受到东北季风以及华南云雨区的双重影响 全台水气偏多 从周一晚上开始降雨持续到周二 花东地区可能出现阵雨或雷雨 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 周三与四才会趋缓 温度方面周一开始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则会小幅度的持续回升到周六 今天开始6号到7号 其实东北风都 这两天会有一些东北季风的影响 不过看起来风面比较北边 没有影响到说 完全升到南边花莲这边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花莲的地方 早晚温度会比较凉 所以这两天的温度会比较低 然后慢慢的温度就开始回升 然后到9号10号 天气可能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不过整个天气看起来 花莲还是阴天的机会比较多 然后局部地方还有可能 下一些比较短暂性的雨这样的情形 然后一直要到12号 另外有一波风面会来影响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说 整周的天气 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阴天的一个情形 从整周的天气来看 天气形态还是属于阴有雨的情形 然后温度 虽然一路往上升 可是早晚温度 看起来温度还是相当低 早上清晨还是有可能 达到17、8度或是19度的一个情形 所以早晚出门还是要注意保暖 然后雨具还是要期待 周五周六东北季风减弱关系 气温来到这周最高温 周六晚又有一波封面逼近 东半部又将是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气温再次下降 提醒乡亲出门吸带雨具 留意气温变化 防疫期间随时做好自身的健康保护 记者长方言华联市报道